大家好 我是《基本事》的阿欣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腳腕和小腿肌肉的訓練和保養 無論你經常喜歡運動的 覺得小腿很累 或者你常常都不動的 覺得它在繃緊 不是很動得到 都會適合你 那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動作我們需要一個地台 我現在左腳會稍微放前一點去做輔助 右腳我腳前掌放上去 我的腳踩現在是軟空了 我們嘗試將腳踩慢慢向下塗 然後發力 向上升 所以我的腳踩推到最高 踩高腳 重複 向下的時間 小腿的肌肉是拉長了 上來的時間 肌肉縮短 即是發緊力 所以這個動作是伸展和發力 一次過做完 你會發覺做做一下 動作的幅度是能夠提高 如果你控制到的幅度是越高 在運動表現上 或者是對於我們平時去活動 都會很有幫助 控制得到的話 我們嘗試一下兩隻腳一起做 可以把兩隻腳的腳前掌 都放上地台 或者利用其他物件 把腳踩稍微向下沉 然後向上提 慢慢放下去 控制得到的話 可以稍微站後少少 先向下沉 再向上提 再控制得到的話 可以再放後少少 再控制得到的話 可以再放後少少 再控制得到的話 可以再放後少少 我們嘗試現在把重心移到腳趾尾那邊 慢慢滑一個很細的圓 去到腳趾公 坐下 然後升高 由腳趾公 向外移 去到腳趾尾 反覆 你會發覺身體可能會很不習慣 去到某些位置 可能發力會很差 我們希望整個方位 不同角度 都能夠控制到和發動力 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會把剛才提起腳跟的動作 加上一個蹲腿一起做 兩隻腳可以放到比肩膊稍微闊少少 腳尖少少對向外 先升起我們的腳趾 在這個位置 嘗試保持著上身直立 我們直接向下坐 在這個位置 我們的膝頭是會推向前面 目標是不會左搖右擺 可以的話 可以試一下坐到底 保持著腳趾升起之下 我們起身 升起腳趾 保持上半身直立 將足球向前推 屁股向下直坐 起身 動作順可能是偏慢一點 我們可以3-5秒做一下 大家好好練習 加油